哈嘍 大家好 我是明志 我們接下來要到挑戰四天王 那我們該怎麼走呢 首先我們來把這個神獸給拿出來 奇奇獸 電腦 存放一隻 把這隻真書給放進去 因為這個 降合掌現在也沒啥用 然後我們把神獸帶出來 把我們這個 現在奇奇獸 把他釣放出來 把他釣放出來 他這個是 水系的 加參戰的時候會下雨 特攻特防都特別高 速度也挺 在遊戲裡面 我覺得這個奇奇獸 這個海王牙的實力要強於古拉頓 因為這些技能的話 要比較比古拉頓的好 雷電子 水呀 這些都是非常厲害的招式 這個攻擊力85 這個攻擊力95 攻擊力120 所以這個雷電子 在打四天王的時候 這個技能啊 這個兵器技能雷電子 把那些四天王都非常的好用 把那些四天王都非常的好用 好吧就這樣吧 有時候遇到一些雙打的 那我們這個先 出來 看一下方圓地圖 然後我們要到這個最後一個 商優勢啦 那該怎麼走呢 我們從這水下下來 然後從往這邊 往這邊游 呵呵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我沒去啊 啊 這個 還有一個地方是哪裡呢 是這個地方 古拉鎮啊 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再去吧 也不去也可以 現在直接去那個商優術先打 如果是利把蛇的話 就會過去一下那邊做一下 然後這個 因為天空之龍在那座塔上 搶先 我想說是那個噴射器啊 我剛剛又買了一個噴射器 250部的 什麼潛先就夠了 用 用現在都浪費 下來 石頭擋住了 下 過不去啊 這邊過不去 要繞一圈 這邊也過不去 這邊似乎都過不去 這樣子的話 不對的 你要繞上去 然後再繞下來 就像我們去那邊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就像我們去那邊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好 應該是這裡的 沒錯 再往右邊走 好 這邊有路了 好力 雞肉欄 上面出不去 上面出不去 這邊也過不去 從左邊走看一下 下面走 繞一圈吧 應該說是繞一圈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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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 坐下一個 冠軍之路就是洞窟裡面 好這個瀑布啊 我們拿來那個水系徽章可以登上去 登鋪樹 這個秘技也拿了 好 開始騰上去 挺厲害的 好這是最後一個城鎮 三優勢 冠軍之路 可以看到這邊有小 花海的怪獸 冠軍之路 冠軍之路 這最後一站 斗士載入 這裡面那怪獸都四五十級 這三十多級這麼少 不太對 四五十級沒錯我們用一下這個 噴射器 我之前有買那個噴射器到哪裡去 欸不對啊 不對啊 不對 洗衣田石我有兩個 這個雷電石幹嘛用 就是一部 一部進化成雷精靈用的啊 月亮石是進化成那個 夜精靈啊 還有水精靈也可以啊 所以 還有那個什麼 欸我之前記得有買啊 怎麼怎麼沒呢 算了啊 買著買著都不見了 這個閃光術是必用的 所以這個 這個凱西不能離隊 這樣子才看的道路 上面上面好像有 把它推開 哇 煉力圖喔 這種精靈也很厲害 好像是 岩石 加地面加超人 好像 不是喔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 岩石加超人吧 我又忘了 直上身 背包又滿了 我得扔掉一些東西 現在就先扔掉 沒用 我都沒拿去賣啊 商藥 就更拿去 不變形 好吧 這些東西我也用不著啊 直接上來 直接上來 這個化形活錯的小哥 哇 糟了 剛才一推 沒推就好 這裡面也有很多秘技的 重新進嘛 重新進一下吧 重新進嘛 重新進一下吧 然後這邊直接扛過來 然後過來 剛才到那個 這個藍的這邊來 因為剛才沒推好 直接 直接過不了 好 回復藥 這個好像是完全 恢復的那種 完全恢復的 完全恢復的 然後這裡又可以拿到一些東西 這邊先不能進去啊 好 先先拿一下 好像有一個意念的秘技 好像是在這下面吧 我也忘了 這個大蜂蜂我確實好用 看起來可以令對方燒傷 攻擊力強 又有附帶這個特效 又有附帶這個特效 這跑的好像是繞一圈啊 感覺好像是繞一圈 但路我也忘了 這邊有個瀑布 這邊有個瀑布 然後我們先下去看一下 在這裡 恢復一下體力啊 技能特別好 還有一個意念到哪裡去了 下來 從上面重新走 走上面 在這裡 這個就是意念 看一下 是S9 S9 沒錯啊 意念 超人性的超強結招 攻擊力 有點高 好 我們回去吧 回去找那個 正確的路啊 是在左邊 剛才瀑布那邊啊 回下來的 現在又騎上去 登布樹 然後從這邊 這邊走 喔 好像是從這誰去上去了 中間 喔 這邊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梯子 這個要慢慢來 哇,這隻草,這草人啊,這稻草人啊 全身綠油油的 這家話很強 就前面抓的那個超人系的那個傢伙 就在乾過戲梅,第二章的那個地方 抓了一隻,叫什麼來的 就是這隻嘛,他進化了,變成這樣子啊 頭髮長得很長,是女性 女性精靈 好,我們總算過來了 這個是四天王技術的地方 怪獸聯盟 這是結鬥 總結戰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八個徽章了 看一下這個人,全部都拿到 好,保存一下我這邊買一些復活的 看有沒有可以復活的一些商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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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強的是這一隻 兩隻手 最後一隻呢 最後一隻就是這隻 第三個天文是什麼 好像是火系的好像 冰凍系的 冰系的 這冰系很強 火系克他 效果不一般 燒傷 這麼輕 這隻好像是 水加冰 還是水系 冰系的 冰系應該有 應該是屬於水系的 不算是冰系的 我們要使用這個鬼系的 只要招式跟他打 他有時候想放個什麼 暴風血 每回合都讓你所生 每回合都會選出 使用一下自我再生 然後使用一下詛咒 然後使用一下詛咒 這隻海報很厲害 可是我還怕他使用那個絕對0度 再加上每回合都會選上 對0度 他詛咒更嚴重 他詛咒每回合數字的寫更多 我竟然被冰凍了 冰凍好像無解 這邊有一些 萬能恢復啊 買了那麼多萬能恢復 好,這下面是龍系的 最後一個是亮王最強的吧 是老頭 先補一下血 二十點也好 好山藥 他說他是四天王最強的 這麼囂張 天啊,我好像感覺在地震 上次地震一下 很恐怖 確實是最強的 他把我麻痺了 嘖,得解一下 再沒解的話能打 有 這點麻果 他死活變裝力下降 哇,這是 誒,他使用非公術 我以為怎麼會不見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啊,最後是一個冠軍了 冠軍之戰 這個 感性 這隻 防禦好強 踩石怪啊,那隻 那隻實際上是他最強的 恭喜啊 你的全力 培養 這樣子的話就已經全部破關了 當然大家還可以繼續再打 再打 第二回 那這些是我贏的這些精靈 我帶的就是 好,那這個版本的口袋妖怪我們就剪到這 就是所有的通關了 那還有另外兩款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玩 玩看看 有時候我還會再出 好,我們這個節目先剪到這 大家掰掰 拜拜